今天週末發酒你來開趴 大家好 我是慶怡 我們今天要開的是 尋寶趴 茫茫大海裡要找尋寶藏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特別是旁邊有一大堆人 都在尋寶 而且行情正好的時候 到底哪一條才是正確的路呢 如果找錯了一不小心 沒有找到寶 可能會摔得滿頭包呢 不過不要擔心 我們今天節目就要找你 來找到這個金光閃閃 很穩當 最好可以賺個百分之百的寶藏 馬上鎖定我們今天節目內容 不要走開喔 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 這邊是我們的標股區 第一位網紅分析師老王歡迎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敏寬歡迎 姓怡好 大家好 生活投資家阿格力歡迎 大家好 這邊是我們的區市區 第二位是我們自社會的資深總監 陳子豪歡迎陳總監 姓怡好 各位觀眾好 產業隊長張傑歡迎張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行情走到這邊 大家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本來大家覺得說 走了十年的多頭 應該要休息一下 應該要降低股票的部位了吧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顧問公司 Financial Times 這個連續五年封 他是一個最佳投資顧問的 這個美國費血投資 他怎麼說呢 他竟然認為呢 這波多頭應該會走到至少2021 一直說還有兩年 那麼他的看法是說 聰明大膽的投資人 目前正向歐日銀行 這個來借零利率 甚至有些負利率的 這個便宜的錢 然後拿到美國繼續來投資 進行這個全球利率的一個套利 那麼他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為什麼現在不會跌呢 因為當大家極度 還不是那麼樂觀的時候 市場就會繼續漲 極度樂觀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他說當所有人還在等待 這個風險 還在怕的時候 還在等待黑天鵝發生的時候呢 牛市反而會繼續延續 那麼當這個市場 無憂無慮的時候才會出現 我們沒有想到了黑天鵝 才要知道害怕了 所以他覺得牛市會繼續持續到 至少明年年底 那麼他認為接下來的領頭羊是 大型成長股 特別是生技股跟製藥股 認同這樣的說法 牛市至少到明年年底 而且是鎖定大型股的 幫我們舉牌好不好 你認為是的按Yes 不是按No Yes 4比1 這有張傑不是 一半是一半不是 一半是一半不是 先問一下老王 你有什麼覺得是 這個要先認同一件事 美國明年要大選 川普想必然一定會hold到最後一刻 因為美國股市一直是 川普朗朗上口他推特了政績 如果我們把這個插桌頭 還確立的話 其實根據這個S&P我們的統計 如果是在多頭大多頭的時期 大型成長股的漲幅 都遠遠超過於價值投資 所謂價值投資 就是指那種很便宜的股票 就價格很低的那種股票 低於這種價值成長股 所以漲幅一定明顯 所以如果當明年確定是一個 還是一個多頭的情況之下 我認為這種大型成長股 漲勢一定可以贏過這種 小型的這種價值股 所以你認同 因為他其實有講個重點 就是任何美國總統 這差不多第三年的時候 股票都是漲的 第四年大部分也是上漲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政治因素 其實Fage也是滿認同的 敏寬你一樣的看法嗎 我在這個節目說過很多次 近期來說 股市漲這麼多 多數的投資朋友賺錢還賠錢 跟各位報告 很殘忍的 是賠錢的 為什麼是賠錢的 因為目前大盤指數 雖然大盤指數過高 但是跟著大盤指數過高的成分股 只有35% 也就是說多數投資人 如果你買的股票是不對的 例如說你買的是傳產股 你買的是石化股 你買的是跟整個大盤的績效 沒有連動相關的 先跟各位報告 你這一波你沒有賺到錢 我們再反觀美國 美國過去幾年 他們很流行那種 所謂的小而美的小型股 一口氣成長 成長個5倍 6倍 10倍 可是最近一兩年來 我們可以發現 它就非常典型的豬洋變色 去年美國股票漲對多 先跟各位報告是什麼 微軟 大家耳熟能詳 每個人家裡面都有的微軟 你的電腦裡面都有微軟系統 它漲了7成 漲了蘋果 漲了AMD 漲了Amazon 台股的部分的話漲誰呢 漲了台積電 漲了聯發科 漲了穩茂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這個趨勢就告訴我們 你必須要跟未來站在一起 未來是什麼 未來就可能是AI 有可能是5G 有可能是大數據 有可能是新的科技這一塊 這個我們要來做討論 好的 大型成長股 因為這個跟費學講的一樣 它的所謂大型成長股指的是 毛利要10%以上 高毛利的時候 在牛市還是有爆發力的 那麼在 接著就算要步入比較空頭的時候 還有這個防禦力的 我來問一下張姐 因為是我們現場唯一是一半一半的 你怎麼看 我認為整個11月 是一個台股兩個世界 也就是說11月這個加權指數 是漲得很漂亮 所以一半的認同是指說 所謂的大型股是非常地漂亮 可是相對地 因為外資12月要放假 所以在進入了12月之後 反而其實在11月是 這邊是快樂的世界 包括像鴻海 台積電 那中小型股都回季線 而且紛紛地投信在賣草 可是一半的 所以的確大型股表現比較好 對 那進入了12月外資放假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 中小型股的表現 所以其實整個想法是一半好 那像下一個 之前可能是大型股 現在你覺得台股的話 是中小型股 那下一張 像這個鴻海 它11月表現得非常好 那進入了放假的時候 剛好也在這個 成長的量 前波的套牢壓力區 所以這個部分 進入到12月還是要看OTC 那當然原本好的 其實是不會跌的 因為我們也要選舉 是這樣子的 我們也要選舉 所以你覺得現在大型股呢 這操作方法 大型股要找相對基期比較低的 像3481的群創 那像這種 長多的 碰到錢高的 這個成交量又在這邊整理的 就有可能要回帶看 中小型股的部分 所以這邊是 大型的外資放假股要特別注意 謝謝張賢 沒有人來看這個大型科技 我一定要談到就是 咱們的台灣之光 台積電真的了不起 我跟大家報告 台積電上個禮拜五的市值 差不多是2620億美金 這超越了銀球 也超越了三星的市值 我們又贏韓國了 好嗨喔 但是這個禮拜最後 我們看到禮拜五 台積電是小跌了1%多 收在305元 我們台灣的驕傲台積電 寫在現場投票一下好不好 後事看好嗎 台積電後事看不看好 疑似通過 對了 這是因為愛台灣嗎 沒有 是真的 每次問台灣這邊都 台灣台嗎 都要舉YES 是真的嗎 是真的 真的唱好 看一下 阿格力 我覺得台積電有三個部分 值得大家去參考 第一就是在技術面的部分 看這個就是台積電K線 一路的都是往上漲的 這樣的狀況 大家要怎麼樣去參考 台積電的周線 去做一個操作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看KD值 在KD 如果是往上交叉的時候 我們再對應 相對的一個骨架的位置 其實都是比較低的一個點位 你如果在短期內 你想要做出手 先短期的套利的話 你同樣可以在KD 現在還可以套利 可以 這麼高還可以套利 KD反轉的時候 就賣出股票 你看現在就是一個高檔 鈍化的狀況 所以股價就一路地往上漲 我覺得這種大型股 其實都滿適合用KD來參考 所以現在用KD要怎麼做比較好 KD來操作的話 我覺得現在有一點要往下的 那種感覺 如果你比較保守的話 我覺得確立趨勢比較好 所以現在到底買ETF 還是直接買台積電 如果是以0050跟台積電的話 我個人會買台積電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你錢多 沒有 不是這樣 是因為 相較於漲幅的話 台積電漲得比較多 0050漲得比較少 但是台積電跌的時候 一張30萬 跟0050 9萬不一樣 明年也有盤中的零股效益 所以我覺得大家彈性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你覺得直接 看好台積電的話直接操作 零股都好 比0050好 可以搶好週 KD來操作 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基本面 台積電現在有多強 看一下這是我們的 晶圓代工的市佔率 第一名 台積電 登上的掌聲鼓勵鼓勵 台灣的小好台灣之光 陳總監 台積電現在狀況有多好 好 我們看台積電 它主要是做晶圓代工 因為台積電的晶圓代工 在全世界佔有率是第一名 佔全世界超過50% 就是像台積電 聯電 還有力晶 世界先進 這幾家都是台灣公司 全球加起來就超過50% 一次性是很希望有一個半導體 一條龍的聚落 在晶圓代工這邊完成 是 好 台積電你看 在晶圓代工裡面 它就佔了全世界 47.4% 因為這是去年的業績 如果看第三季的話 目前暫時它佔了50% 全球超過一半 所以你看它離第二名的三星 第三名的Global Fundry 對 大幅的領先 所以它應該是站穩全球第一了 有沒有什麼風險 它的風險在它自己 在它自己 對你看它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差距這麼大 所以我覺得台積電的風險 不在於它有外來的競爭者 這樣好厲害喔 台積電已經是方圓百里沒有什麼對手了 剛剛總經也非常看好 你看好的是未來 5年 10年都很看好嗎 好 長線嗎 像說台積電目前主要的幾個 7奈米的大客戶 當然5奈米 現在也已經有人在預約它的訂單了 5G 當然手機晶片 等等的都是未來 還有一個是物聯網IoT 這些剛剛各位來賓也都提到了 這都是未來的趨勢 所以既然是未來趨勢 然後這些大客戶 又都在台積電下單的話 除非剛剛講的5G 物聯網 在全世界未來沒有發生 否則台積電理論上不應該 它的業績會出問題 聽起來真的是 不可能不發生了 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覺 對 前途很光明 謝謝總監 沒有人來看 台積電最近讓大家覺得非常亮眼 可以超過三星 因為它已經發佈了N7 Plus 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請產業隊長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是 那我就從台積電上游的N7奈米的 所謂艾斯摩爾 它做的是所謂的EUV圍影機台 那它今年 大家如果去看它的走勢是大漲七成 這家公司大漲七成 第二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寡占 所謂新產品 新市場寡占 成長大 國際級大客戶 剛剛寬哥提到了 微軟為什麼漲那麼多 因為它寡占 是 那艾斯摩爾就是寡占 全世界市占率九成 九成喔 客戶Intel 三星 都是大咖 海力士 台積電 也就是剛剛總監講的那個表 所有的Global Founder 聯電 台積電 所有的都跟它下這個重要的機台 那我們看下一頁 OK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 N7 Plus 導入了EUV的機台 對 這個有多重要 什麼是EUV 是 那我跟各位 EUV我們知道了 女生太陽眼鏡戴UV 對 沒錯 防曬很重要 所以這個EUV就是慶儀講的 它加了這個極紫外光 UV就是紫外光 Extra的意思 是 Extra的意思 那這個機台一台是1億歐元 1億歐元 是 那所以很簡單 突破了這個製程 我們再往下一頁給大家看 早期是用這個 157奈米的波長 對 那進入到進入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 65奈米到7奈米 那往了EUV 它的這個波長變成13.5 也就是說 它透過這個極紫外光 波長越來越短 對 那應該是說 波長越短可以把晶片做得越小 手機越來越小 那就越來越快 OK 對 所以7奈米是個瓶頸 那N7 Plus導入的EUV 就可以超越Intel的10奈米 或者是現在的三星 所以現在可以超越三星的四值 關鍵就在這邊 對 關鍵就是導入的 因為導入有這個EUV 沒錯 做得越來越小 越來越輕 越來越快 是 那三星這個Intel有沒有做嗎 他們有做 不是也是你剛剛講 艾斯摩爾的大股 也是股東之一嗎 對 三個都是股東 那我們來看下一張 關鍵是在於這個 那我舉一個例子 今年這個3680的加燈 長很多 就是因為台積電 除了導入EUV的機台以外 它在光照的這個薄膜 因為這個有一個薄膜 它碎掉就會灰塵 整個Waver就會壞掉 所以台積電其實魔鬼都在細節裡 從EUV到之前的進入的式機台 是他們的這個 研發處副處長林本堅先生 到現在這個獨家的光照模 突破誰都有機台 就像誰都有珍珠奶茶的機台 但是搖出來 做出來的都不一樣 這個就是我們魔鬼的細節 原則是這樣 聽起來有點複雜 這個產業隊長專家就專家 我是不是很理解 你剛剛講說有這個灰塵 所以有EUV之後是 不會有灰塵的意思嗎 應該是說 這個灰塵的薄膜 這問題會不會很笨 每個人都有 你可能這個薄膜破了或是掉了 破了之後就會掉出灰塵 Waver整片都壞掉 可能這一片12吋的晶圓 有3000顆手機的CPU 它使用的是沒有薄膜 對 所以這個就是 這一期天下雜誌專訪的董事長 跟他們的總經理剛提到了 就是奈米灰塵的客服 OK 所以台積現在最厲害 成功量產7奈米製成之外 又用了EUV 圍影製成 讓它變得更小更快 這是第二版本的7奈米技術 所謂的N7 Plus 沒錯 然後又可以對抗老鼠石 奈米灰塵 所以不用光照模的一個最新方案 然後就可以把三星跟Intel幹掉 原則上現在是這樣子的狀況 這個領先多久 會不會很快追上來 應該是目前來說 應該是不會 目前來說是不會 對 我們來把專家 剛才所談論到的 我們把它轉成白話文 你要分白話文 它剛剛不是講白話文嗎 如果把它轉成白話文比較簡單 各位親愛的觀眾 我說很簡單 白話文只能一分鐘 你把拇指摸一下 你把你的指甲的拇指摸一下 這個拇指的厚度裡面 會有100層的機體電路 它就是1層 這樣去累積出來 累積出來的過程當中 你累積出來了 它腐蝕好了之後 坐在晶圓上面 它不能夠擁有任何的 亂七八糟的東西去掉下去 所以你在製作 運送 一切的過程當中 如何讓你這一切保持完美 所以你說三星能不能做 當然也能做 台積電能不能做 也能做 可是三星做得很簡單 它就是沒有辦法做到很完美 所以它的良率沒那麼高 那良率沒那麼高的過程當中 它的產品的速率 因為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做這麼精細呢 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要看很多的畫面 你現在要運用很多的一個數據 而且你的手機很重要 它不能夠熱呼呼 它能夠運轉得非常非常順 所以它的奈米數越小 它的晶片越小 它就越省電 而且它的運算效率越高 好 我講更簡單的 台健非常厲害 現在沒有對手 韓國輸我們 結論就這樣 好 我已經很歡迎 經驗有力 這些都聽不懂沒關係 我個人就反問 OK 台健為什麼這麼厲害 跟主事者非常有關係 我們現在這個董事長劉德英 跟執行長魏哲家 兩個人一起 共同領導了台積電 發生什麼狀況 因為這些大家很擔心是說 沒有張宗謀台積電 還可以撐多久 沒想到越 不是用撐的 越來越好 越來越厲害 劉德英加魏哲家 什麼狀況 他不干預台積電 實際的一個運作 以董事長的一個高度 了解執行長的一個狀況 那問題就來了 執行長很重要 執行長是技術底的 他如何能夠把台積電 這麼大的工廠 這麼大的工廠當中 每個廠長 每個組長 任何一個小節點 都要做得很好 為什麼 因為各位去想我們想到 晶圓代工大家都想說 投資台積電可以賺錢對不對 可是他其實裡面的製程 非常的複雜 非常複雜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有一個人往外走 一個人往內走 工廠的部分的話 把它處理得非常非常好 然後往外的一個部分的話 包括了執行這塊也很重要 劉德英董事長 他過去有一件事情 這是讓大家真的很 都到現在都還在傳的 過去在16奈米的一個時代 他曾經就 速度曾經走得很快 走得很快的一個過程當中 張宗某董事長那時候 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當班 還沒有當家 張宗某董事長跟他說 這樣走會不會太快 然後他就說 推得太快了 我們如果不在這個時間點 走快一點 後面的敵人會跟上來 所以台積電今天能夠在10奈米 能夠在7奈米 打下這麼漂亮的一個江山 其實是在16奈米跟13奈米的時候 就奠定好了非常好的一個基礎 眼光很前瞻 對 然後還有一點是 我們來看 華為這次事件很重要 當美中貿易大戰的過程當中 美國一直希望台灣所有的廠商 去做出所謂的一個判讀 但是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很多的廠商後面會選擇 例如說我們目前的政治 已經做出的選擇了 但是台積電他們選擇什麼 他們選擇股東利益最重要 不管是美國也好 不管是中國也好 他們都盡量的 大家任何的需求來到台積電 我們都會給予滿足 我甚至於這個時候 我個人已經在猜測 我在判讀 台積電有可能在未來1到2年之內 會去美國開一間小而美 專門為美國的高科技 或者是軍用國防所做的晶圓廠 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上次有問他嗎 還沒有表達意見 他這時候還不敢講 為什麼還不敢講呢 因為現在一間 先跟各位報告 現在玩一間晶圓廠 200億美金以上 這個動輒都是非常大的錢 這麼大的錢的過程當中 你美國要給我什麼樣的優惠 給我什麼樣的一個所謂的措施 這個後面都要來觀察 但是我要跟各位報告 台股當中 台積電目前的兩大經營階層 我認為以 不管是未來性 不管是所謂的穩定性 來到這個地方 其實他們的操作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OK 所以等於一個是領導人的高度 一個是執行者 搭配的挺好的 好 現在這個 讓美中貿易戰 台積電也是一個關鍵的角色 到底兩國博弈之間 台積電 我們剛剛講會不會有些風險 我們再請一下這個總監 總監說沒有風險 國際環境 這兩個大國 心思也是很多變的 對 這個我們來看 目前美中貿易戰 已經轉型為科技戰 這件事是大家都已經關注了 什麼叫科技戰 就是川普寄出了實體清單 把華為一些企業列為實體清單 什麼叫實體清單 就是除非經過國務院同意 否則美商不可以把零組件 軟體晶片賣給中國大陸 對 所以你可以想像 中國他們的企業華為 它的最重要晶片被美國給掐住了 所以它未來要走的路 不得不去美化 所以它會聯合俄羅斯一帶一路 走自己的一條路出來 同樣道理 這一帶一路就是要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出來 同樣道理 美國 日本 紐西蘭跟澳洲 也會走自己的一條路 我們稱它叫印太戰略 所以這時候就經常有人在講 說未來五到十年以後 我們預判不管是6G也好 或者未來的區塊鏈 可能會形成一個世界兩套系統 對 好 那這樣的話 很多人就會想要問台商 那你會不會選邊站 台商很聰明的 對 很聰明 我們這策會做過 超過50場次的訪談 座談會 論壇跟訪談 台商都說他們不會選邊站 尤其當一個世界兩套系統的話 台商反而覺得這是對他們而言 長前也是個機會 兩邊都做 對 兩邊都做 兩邊都站 所以回答請你剛剛講的 台積電是不會選邊站 它兩邊都不會放棄 OK 所以剛剛講 美國這邊也做一下 華為當然繼續出貨 兩邊賺 我們跟著台積電 整個台灣升級之後 有哪些投資的機會 先進廣告